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謙 我是艾倫 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遊戲給大家 這個遊戲它的一個歷程 它發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遊戲呢 畢竟是我們這個系列的第一集 所以呢我就挑了一個 大家可能都玩過 如果你沒玩過 你也看別人玩過 我先講幾個關鍵字 這一個遊戲呢 看了一下它的統計數字 銷售量 1.4億 所以你有辦法想像 大概平均大概七八十個人 就有一個人有買這個遊戲 就這麼多 就很普遍 就是很普遍 你說很多人玩 沒玩過也看過別人玩過 沒錯 Yaki要猜喔 英雄聯盟一定不可能 英雄聯盟沒有銷售量啊 它沒有賣啊 就是minecraft 沒錯就是minecraft 就是 你有辦法想像它賣出了這麼多帳號 你不要講帳號 就是它銷售量非常非常高 不意外啊 因為它是minecraft 就是大家應該都不意外啊 是嗎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minecraft其實這麼紅啊 縱觀來講在世界上這個遊戲是非常紅的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minecraft這款遊戲 它是有一個瑞典籍的遊戲創作者 它叫做 瑪庫斯佩爾松 瑪庫斯 然後它是一個遊戲設計師 然後大家都叫它Natch 它有一個算是暱稱Natch ID 這個Natch呢 它就跟它的朋友一起創了一個公司 叫做Mojang Mojang 就是M-O-J-A-N-G 就是我們開 開麥克蘭都會出現這個紅色的mark 有一個logo 就是他們公司的logo 這個公司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這個Natch就是為了要全心全力的開發 總之就是非常用力的開發這款遊戲就對了 大家突然發現它自己創的遊戲有無限可能 對 這遊戲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開這個公司不到一年 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威爾福 它也是遊戲公司 威爾福在當年很紅 它創作了CS GO 你們知道CS GO嗎 美國最大的 也很夯的一個 射擊遊戲CS GO 它還創作了什麼 Dota 2 它就是一家非常非常大的公司 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聊 對啊 但是很多幾乎都是知道這個遊戲 都不知道背後的公司 威爾福這家公司在他們這家公司成立的 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時候 想要挖角這群人 然後就被Natch可以拒絕了 直接拒絕了他們說 不行不行 我們沒有這個 沒有想要被挖角的意願 然後威爾福就走掉了嘛對不對 然後 它就走掉了是不是 就沒有挖角成功 它就走掉了 然後大概在一年之後 又有另外一家公司想要 挖角 喔這次不是挖角了 已經購了快兩年了嘛 它是不是變成要投資了 就想要買股票了 想賺錢 想分順 這個是FB的總裁 FB 對FB的總裁 想要投錢在Mojo這家公司身上 也被拒絕了 也被拒絕了 哇賽 喔 我就算自己賺了 對 就簡單來說 其實這家公司 它創立的這段期間 其實好像沒有這麼缺錢的感覺 所以Mojo這家公司 創立了不到三年 他們就賺了 8000萬美金 2點多億耶 2點4億 2點多億 可想而知 他當年拒絕 這個兩家大公司 是有原因的 覺得他們自己賺比較 比較舒服 但是呢 最後 Narge可能還是妥協了 哈哈 但是這個大新聞耶 他在2014年的時候 後來還是賣給了微軟 還是他其實早就跟微軟有那個啊 有可能 但是 我跟微軟說好了 微軟給他很多錢 你要猜一下數字是多少嗎 你猜你猜你猜 你猜微軟給他多少錢 我沒辦法 我猜不出來啊 反正就是億啦 基本上就是億起跳 10億 他第三年 賺了8000萬美金 就差不多2億多 那你猜微軟後來 2014年買他的時候 花了多少錢 4、5億嗎 4、5億 太少了 他用了25億 他三年就賺了2億了 嗯 了解 到了2014年 他一定可以賺更多錢啦 所以微軟用了25億買 這家公司 Narge自己一個人 差不多賺了17億左右 他老闆啊 對他老闆 扣個扣個 因為有的沒的 差不多自己一個人就賺了17億啦 每天就躺著這樣 沒有啊 躺著走路 他也不會好嗎 傻眼 你拿到17億 你會躺著走路喔 會吧 蛤 可以吧 如果你有17億 你會想要做什麼 我 絕對不會躺著走路 那個就是你錢就是多到 擦屁股 就用美金擦也沒擦了 誰會拿錢擦屁股啦 不會有喔 我以為有錢人家都是耶 不是不是 錢就是那種再多都不夠啊 你怎麼會拿起來擦屁股 炫敷啊 我今天用錢擦屁股 然後拍上一次 那要拍幾次動態要影片嗎 好可惜 好可惜 講回來我們這個Minecraft的遊戲本體 稍微介紹一下Minecraft這個遊戲到底在玩什麼 在講Minecraft在玩什麼之前 其實我覺得 可能還是要給一些年紀比較大的人 應該說年輕人 在年紀再大一點的年輕人 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年人 你剛才在講什麼 Minecraft其實是一款不是只有小朋友可以玩的遊戲 因為它裡面內涵的非常非常多很有趣的元素 它就是一個沙盒遊戲 你有聽過沙盒遊戲嗎 沙盒遊戲不就是一個地圖 然後就在那個空間裡面活動 沙盒遊戲簡單來說呢 它沒有所謂的任務指示 就是這個遊戲它不會告訴你說 你一定要跟誰做什麼 你一定要跟 你一定要達成什麼樣的目的才可以破關什麼樣 自由度很高 自由度非常非常高 我們就是把它稱作為沙盒遊戲 想要幹什麼都可以 沙盒 沙盒 對 你可以實地放火 然後燒樹林就是 Minecraft算是比較有名的沙盒遊戲 有一款叫做 ARK 是那個野人那個嗎 不是不是 ARK是在一個很多恐龍生存的地方 改天有機會我再介紹給你一聽聽 那野人那個呢 野人那個 它算 它也算 對 最基本的玩法呢 就是把你丟到一個隨機生存的地圖裡面 它是一個立方體的3D世界裡面 然後你要在這邊想盡辦法的 採集資源 生存 生存下去 對 這是最基礎的玩法 那它也沒有什麼非常指定的目的地 沒有指定的任務 然後你就想辦法在這個地方生存 或者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連線 多人連線 然後在一張地圖中生存下來 生存模式中有一個比較進階的 就是所謂的 極限模式 那極限模式跟生存模式 只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死了就不能再重來了 沒錯 死了之後你就不會復活了 它就直接勾帶 然後整張地圖就會直接消失不見 你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就是你就是作弊就對了 對就是作弊 你可以拿任何你想要拿的材料方塊出來 做你想要做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創造 你想要創造的東西 最適合拿來創造一些大型建築物 嗯 那厲害一點進階一點就是作畫 那我這邊分享一張畫給大家看看 我不知道 艾倫有沒有看過 蛤 這次做好的了 什麼意思 這已經 它用它用方塊疊出來了 蛤 它已經做好了 長這個樣子 沒錯就是你現在眼中看到的 這個是星海爭霸2中的凱莉根 哇 它開台作喔 是 沒錯 這個就是拉近距離一點看 好 然後這個就是完成圖 這整張 沒錯 我整張地圖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作者呢 他除了創造了這張星海2凱莉根的幅畫 他還有開台創作了很多其他很有趣的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我之前有在看他的台 我有問過你說 為什麼他可以用他的 顏色 方塊的顏色就可以堆疊出一張 一張畫 你有跟我回答說就是因為 在他的腦中 他已經把這張畫 分成很多個小例子 就跟畫圖一樣啊 好強喔 欸這個 已經不是只有就是 你要有那種想像力 或者你要有顏色的那種概念 就是別人耐心喔 就是 非常有 那創造模式中 除了可以創作一些自己喜歡的 東西以外 他還可以創造地圖 那這個模式在很多遊戲中其實都有 像是 紅色頂界 紅色頂界是以前的戰略遊戲 星海爭霸 一代跟二代 四季帝國 你有沒有聽過 簡單來說 他就是可以 運用你自己的想像力 創造出一張地圖 然後讓其他的玩家 讓大家進來玩這張地圖 所以自走棋也是 對 沒錯 DOTA 2裡面有這樣的元素 讓大家可以在DOTA 2裡面 自由的創作地圖 DOTA自走棋在玩什麼呢 我現在也是在做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紹 那講到創作地圖呢 在Minecraft中有一個跟別人不太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要特地把紅石拉出來講 因為紅石是一個讓Minecraft 靈活起來的元素 最重要的Key 如果沒有了紅石 很多東西都不能呈現 但只要有了紅石 你想要做什麼東西都做得出來 就像是我們的生活中 為什麼我們按了電燈 燈會亮 就是因為有電線嘛 紅石就是 這所謂的電線 對 然後紅石開關呢 就是我們的按鈕 現在我們開燈了 對 現在我們開燈了 那進階一點呢 就是我們的電腦 就是我們大型計算機 用紅石也可以做得出來 真的啊 真的啊 哇 這什麼啊 好多東西在後面跑啊 對啊 因為就像是 我們在使用電腦一樣 其實它的背後是一直不斷的在運算 好 那我們再來講第三種模式 冒險模式呢 就是你去玩這些 別人做好的地圖 在不作弊的情況下 完成這個地圖 完成這個地圖的一些劇情啊 找到一些東西 然後完成這個任務 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網站 都有放這種自製的地圖 一張地圖你不會玩得很久 但是玩起來就是會 蠻有趣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可能快睡著了 我們來講一個有趣一點的故事好了 有關於Minecraft的都市傳說 我只聽過一個耶 真的假的 就是HIM 但你知道HIM的故事的由來嗎 我不知道 HIM HIM不是那個人叫HIM 你們知道嗎 不是嗎 不是 有一個玩家 他自己在他自己開的單人遊戲中 玩他自己的遊戲 收集他的一些素材什麼的 然後呢 他就在探索的過程中呢 他就在不遠的地方 看到那個 那個地方有一個 好像是 牛的東西 然後他想說好 那我就 去殺牛 因為牛會掉皮革 皮革跟牛肉 然後他就這樣完全弄 然後他要去殺他的 時候 發現 他是玩家 但是他這個玩家呢 他是用最原始的Skin 就是史蒂夫 但是他眼睛卻是發光的 不是 重點是他是玩單人遊戲 對 為什麼會有一個很像是 史蒂夫 但是眼睛卻又發光 因為一看就知道是別人自己創作出來的Skin嘛 那他想說好吧 那就打他兩下 看可不可以弄醒 然後他可能誤闖 然後他就突然就不見了 然後玩家說 奇怪這個人 走的是不是太怪了吧 然後在附近找了一圈 然後沒有看到他 然後他就繼續做他的這個探索 就繼續找他的東西 他就繼續玩繼續玩繼續玩 就發現了一些人造的隧道 人造的金字塔 反正他是看到了一些 一定是人為的東西就對了 隧道不是我們就之中那個隨機生成的隧道 他可能是那有兩個 然後一直往前抵到底的那一種隧道 對對對 他就看到這些東西 他想說 然後他就是 離開了這個遊戲 然後到了這個 Minecraft的官網上面去 他就發了一些文章 問一下就是 大家說 欸我最近在玩單人遊戲 但是卻發現我單人遊戲中 出現了一些 不是我造出來的景象 這怎麼辦 就是有沒有人遇過這樣的狀況 對然後他就詢問了大家 結果他發了這個文出去 夠美多久就被刪掉了 他的文章就自動不見了 蛤 然後他就覺得 可能是 阿Bug了啦 沒什麼事啦 他又再發了幾次 都被刪掉了 是官方 對然後 這時候就有一個人 寄了那個 就讚內信給他 他的名字呢 叫做 Herober 然後呢 信件內容裡面呢 STOP 就很大 STOP這樣 然後他停止不要再發文 然後呢 這個人 因為他收到這個信件嘛 那信件總之會有寄件人 他就點進去這個 寄件人裡面看 看一下這個Herober到底是誰 就一點進去呢 就發現他的這個資料呢 是error 就是錯誤 什麼東西啊 然後呢 因為他也不能發文啊 這件事情過了之後呢 慢慢的慢慢的 也有一來越多人 也是這樣 眼睛發光了這個 史蒂夫斯金 一直不斷地闖入 很多很多人的這個 單人地圖裡面 其實那個時候都還好 就可能只有隨機幾個人遇到 但是一直到一個 有一個外國很有名 那個時候沒有Youtuber 那個時候應該是一個 直播的一個玩家 他在直播的當下 看到了那個Herober 在他面前 聽說不止一次 他有幾次就遇到他 他站在眼角裡面 然後這樣偷偷看著你 有一次呢 他就在比較近的地方遇到他 就遇到他的時候 這個遊戲就crash了 就當掉了 遊戲就直接當掉了 他當掉之後呢 他就彈出一個畫面 然後那個畫面呢 是一個minecraft的頭像 但是他頭像裡面的眼睛 是真人的眼睛 然後呢 這個直播主呢 就去查一下 查了一下這個網頁 因為他彈出來的東西 是有網頁的東西 網頁的東西 他就查了一下這個代碼圓 然後從這個代碼圓裡面呢 找出了一些文字 然後把它拼湊成一篇 也不算文章 就是幾行字這樣子 他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說 提醒那些看到這一串文字的人 要從虛擬中美麗的世界醒來 這是他們故意藏著彩蛋嗎 H.I.M. 其實他真正的意思呢 叫做 H.I.M. H.I.M. Minecraft H.I.M. 是這樣喔 他取了前面的正三個英文 不過也因為這個 H.I.M.這個都市傳說很紅 所以後面就慢慢的有人 就把H.I.M.的Skin做出來啊 還有把H.I.M.納入一些 遊戲 或恐怖遊戲 對恐怖遊戲裡面 然後會拿來嚇人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個人是兩格高嘛 所以不是挖兩格挖兩格一直往前 然後我們不是說挖越深 一回頭就看到一個英文在看你 不過其實你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這就只是一個 有趣的 有趣的都市傳說啦 因為我個人是不太相信 血腥瑪麗是個現實生活中的都市傳說 他在Minecraft世界中也可以重現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他就是說 弄一些儀式出來就可以叫出血腥瑪麗 他在開這張地圖的時候 他把地圖的名稱 取名叫做血腥瑪麗 開地圖的時候 有個叫做種子代碼 他就取666 666是殺難的代表 因為那時候我有看這支影片 但是我沒有看得很認真 因為我會怕 然後進去這個深層的地圖 找一個洞窟 然後呢 你就蓋了一間小屋子 屋子的中間用玻璃 隔起來 對稱的 玻璃隔起來 放一些像蠟燭啊 紅石火把 嗯 插亮那個空間 就從左邊一上門進去 那因為你中間隔著玻璃 你可以看到對面嘛 然後他就說你只要 講血腥瑪麗 然後繞三圈 好像是繞三圈 還講三四血腥瑪麗 以後會不會讓你的小孩 玩minecraft 會吧 如果他要玩到很晚不睡覺 會不會用 KIM的造型去嚇他 不要吧 會有陰影啊 以後我小孩要玩對不對 逼他把紅石先學好 全部都紅石 電路要插好 電梯啊 然後燈啊什麼的 全部都要弄好啊 香菜也很格嗎 怕爆 怕爆